你好,欢迎收看10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新田乡112年度的重阳禁劳礼金总共有2253位奖者可以领到 而今年特别的是呢,是第一次推动汇款方式让礼金直接入账 乡长合理台,他责成社会客积极推动汇款作业 政策在推出第一年就达到有6成3的乡亲申请汇款方式来领取 让老人家更方便 新田乡公署利用3天的时间来发放122年度 重阳禁劳礼金 九国称共颁发禁劳礼金给全乡2253名奖者 其中现场发放现金8144名 申请汇款1409名 今年最特别的是首次推动汇款的方式 让礼金直接入账 乡长合理台,责成社会客积极推动汇款作业 相信可以前往新田乡公署或是各村村办公署申请 此项便民政策在推出首年就达到6成3的乡亲申请汇款的方式领取 让长者们领取最方便 经营捷金就是由七十月到七十九月原本是六百块 提高到八百块 我们八十月到八十九月 为原本的八百块提高到五百块 现在的一千块 九十月以上就是提高到一千两百块 一百块以上每一个人就是一万块 兄弟就是做用心 都做配料 关心我们的四大人 所以九十月以上在约金以外 他还有一支贪物 让大家感受我们的温暖 另外今年我们公署都有在推动 推动我们以后 常常的约金以外 说我们乡亲四大就是办 用货款的方式 就不用说来现场来很大 今年就是有三分次的 我们的乡亲四大已经有办 香港所方面就是希望说 大家有活动 做个土土的博物 我们今天的廁元以后 我们的江祖林元 也让乡亲四大每人一间团 可以办货款 向上合一台尽重长者 并指出每位长者对社会的贡献都不可被漠视 认识资金已经捐钱本乡的财政状况 因此开源决流所存下来的经费 照顾乡亲及长者 提高从业案件继绑理经 以表达对乡内长辈的经营与照顾 期盼长生能够保持健康 服务东海说比男生 为了避免长生等待 特别责任承承办人员 要尽早完成准备作业 今年起更积极推动汇款的服务 让长者免出门最方便 特别感谢各级民意代表 对长者的关怀 以及各村村长的协助 提醒乡亲长辈 如未在发放时间前往领取 122年10月27号以前 并且前往村办公处领取 或是10月30号到10月15号 可以前往新人乡公所社会客来领取 记得中文字幕提供 新权相报导